画面中可以看到 假日的基隆恐龙AR生态园区人潮满满 许多亲子家庭都来体验 显示这样的一个创新营运 的确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原本预定市营运到9月27号 为了疏解人潮 特别协调将市营运期间延长到10月31号 让更多有兴趣的游客 可以到草禁公园来体验基隆的侏罗纪公园 我们基隆的AR的恐龙园区 其实大家都了解 在这一次在几个周末 已经是可以说是家贫如潮 人满非常非常的热闹 所以因此我们本府宣布 对于这个原本市营运 直到9月28号的一个市营运时期 我们要把它再来延长 再延长一个月左右 所以新的市营运期 这个会延到10月31号 那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挤在 大家认为说就是只有9月的这几个周末能够过来 所以这个周末我们预期是一个高峰 所以我不是说大家这个周末不要来 我的意思是说9月份跟10月份的周末 大家都可以来 请大家不一定一定要挤着 在这个周末或下个周末一定过来 我们会把市营运的时间来延长 另外我明天也会亲自带领几位局处首长 来拜访海科馆 来讨论如何把这个地方来增加 它更好的一个规划 包括说这个接驳等等 因为这个平浪桥 事实上如果很多车子一进去 出不来卡住了 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 更完整的一个交维的计划 从营运到现在大概经过两个周末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AR的下载数 那在8月30号9月6号 我们总共4188次 但是在第二个周 第二周的时候 9月7号到9月13号 已经累积可以到达大概快7000次了 那其实那个成长的幅度是真的还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科馆的这个 这个票价的 门票的收入的部分 他们假日假日我们有去问一下海科馆的同仁 那假日大概平均收入在20万 不过9月7号门票的收入就有达到37万 那其实成长的大概近8成左右 对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货柜市企的摊商 那他过往的假日大概是6000块到1万块 每一天的营收 但是9月7号光是营收就有达到3万 3万元这只是单一摊商 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像外面的一些这些餐厅我们都还没有去做询问 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人有带动 确实有带动也呼吁之前市长一直想要振兴朝进的这个方案 都有带动到周家的周边的一些环境 那另外就是业者也有跟我们讲说 未来包含周遭的饭店也要可能打造这个所谓的恐龙的房间 或者是还有像周遭的旅行 还有旅行社 11加12加旅行社 未来都会跟他们来洽谈 希望可以把这个AI恐龙公园都可以纳入到他们的行程之中 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在问 就是说这个到底我们的基隆市民会不会有些优惠啊 会不会有些优惠 那我想在营运区结束后 好来我们请这个 这个 这个 警操 这边拿一下 就是我们基隆市民是有优惠的 基隆市民或者是在基隆念书的学生 包括海大 你是外地户籍 但在基隆念书的学生包括从幼啊等等 我们的平日是150 那假日的时候是200 那外县市的朋友就收费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外县市朋友我们平日收400元 然后呢假日收450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身为基隆市民是越来越幸福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把这个AR的恐龙园区做得更好 市长谢果良强调努力市政工作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重点 结合创意与行动力来活化潮进公园 吸引游客到访 期盼能够振兴潮进地区的观光 带动当地的观光消费产值 记者黄泽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